高雄市大辽區山頂里長開直播 吵吵鬧鬧的現場是回饋金的協調會散場的時候 李明圍著區長要陳情 身上上映的男子 他是大辽區長洪伯雄 請警方保護他的人身安全 還讓著被限制自由 原來14號上午大辽區公所 針對野買廠的設置以及回饋金的問題開協調會 會議結束 區長準備要離開 原本在外廠的山頂李明 要求要找區長溝通 雙方爆發衝突 知道下大雨的時候 水是往哪裡沖 就是往我們家那邊沖 銀包正義的地點就是大辽垃圾野買廠 設置40年的垃圾廠 李長說有大約一半都在山頂里內 過去回饋金百分百給大辽區的四個里 山頂里就有47% 但是現在法規改變 表示兩公里的範圍內都能分到回饋金 結果除了大辽之外 鳳山也有五個里加入分配 從四個里增加到九個里 山頂里里民抗議權益受損 煙埋廠應該要封存 設在這邊 然後爬數比我們山頂里在野買廠隔壁還要高 今天分配完大概山頂里 應該是在23到25左右 回饋金要怎樣分配 爭議至少從六月份就開始 李明指控區長並不尊重大家意見 要求當面陳情 結果有人掛菜 前里長更是進了急診室掛點滴 事件該怎樣圓滿落幕 恐怕還要繼續協調 三天新聞黃之中 朱宇榮高雄報導